孙颖杀手谈输给王曼玉 坦言已经发挥最高水平 一句话表明决心 大家好 这里是湾体谈 随着国拼的回国隔离 乒乓球运动员们也结束了2021年的全部比赛 并且也都是收获颇丰 小将们经过奥运会的洗礼 已经逐渐扛起国拼的大旗 并且也在士兵赛中实现了新老将更换 很多人开始总结这一年过去的德语诗 当然了这个环节自然不能少了孙颖杀 这位零云后小将在这一年中 也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当然也有少许遗憾 其中也不免存在与王曼玉的交手 在奥运会的比赛中 王曼玉是身为奥运替补前去参赛 与孙颖杀不同 但在意外的情况下 王曼玉也没有掉链子 在之后回国参加全运会 全运会的竞争可以说很激烈了 毕竟在国际比赛中赢得大奖 在国内比赛翻车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拿世界冠军 很容易拿全国冠军很难这句话 某种意义上来说 其实并不夸张 而孙颖杀与王曼玉 在全运会的女单决赛中 可以说是高手对决了 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视觉盛宴了 但很遗憾 孙颖杀以0比4不敌王曼玉出局 至此 王曼玉拿到了全运会的女单冠军 这样王曼玉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金牌点 10比7 王曼玉连续三个金牌点 还是控制台内球 其实是奥运会之后的孙颖杀更换了球拍 所以孙颖杀在整个全运会期间 还是在与新球拍进行磨合 但无奈 孙颖杀没有拿到女单冠军 近日 孙颖杀的一则采访被爆出 采访中 孙颖杀也是首次回应了自己全运会比赛中 以0比4输给王曼玉那场比赛 孙颖杀表示 尽管是输掉了比赛 但其实 每局的比分都是相差无几 而自己也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没有做得很好 但孙颖杀却很坦诚 表示自己打出了水平 可以说发挥出了已经当时最高的水平 对于王曼玉 孙颖杀也是非常的钦佩 并且也并没有给自己的诉求找原因 孙颖杀作为国拼 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 尽管年纪不大 但是她的大赛经验 以及在关键球上的处理已经是很棒了 并且现在已经是国家队委以重任的人才 并且也在世界杯中拿到了冠军 而且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首次参加奥运会的孙颖杀 能够获得女单银牌 以及拿到女团冠军 可以说孙颖杀的未来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位置